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海一路有你为爱品类朝夕 本节目由三九位太排养胃书 独家冠名播出 也欢迎我们观察室的各位成员 那他们的新疆旅程进行到这里之后呢 有一些我们期待看到的双向奔赴之后 也有一些我们现在好像看不太清楚的一些三角关系 特别是虽王狗哥已经落单两天了 我们今天要不要先预测一下 因为他们又要开始一为一的约会了 你们觉得狗哥今天还会落单吗 不会说好了 不能了吧 我我我就磕二十四K金 我们都选狗哥 不落单 不落单 好 来吧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哇好看 插房了 起床了起床了 插房了 我好大呀 插房插房 他们房间挺香的 嗯嗯听出来了咱们房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他那行可以 我也我也我也拿 哈哈哈 嗯 你那个很重的 你那个不要这样举不是不要这样举 这个这样这样拉 哦 这样菜那个可以练背 菜 对两个都这样 哇 就这样了 这个背景是 啊 我先请 对 你这个肩胛骨 讲述我的手指 哦 对 哦是这种感觉 哦 哈哈哈哈 你现在还想了解吗 想要去谁 进去 我觉得可以 专相手已经蛮开心的吧 嗯 我觉得是 有点那种 幼稚幼稚鬼 但是想装的很精美 不告诉你今天给谁 给所有人 后来听完小小回答 我以为他那个是写给我的 哈哈哈 我也把他那听了 因为我很喜欢音乐 所以 是 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 OK 哈哈哈哈 你看这这先保密 这先不跟你说 之后你会知道 我觉得特好笑 嗯 今天碰了周周 得问问他高不高兴 昨天我写那个信 如此之细节 嗯 写在我们的合影后面 磕到了 磕到了 你用的哪张照片 你俩 我们俩的一张自拍 哇 完线 细节吧 这就 不愧是会恋爱的人 哈哈哈哈 你这约会聊什么 会让两个人更深入一些吗 我们需要 我需要了解他这个人 就是除了这次旅行以外的事情 嗯 但是这种要怎么聊呢 我说你感情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讲出你的故事 我昨天那个定格瞬间有 就是说以往的恋爱过程中有这么让 他说他跟他前任可能一起养过宠物 这个我也完全不知道 我的那个定格瞬间 我想的是那种生活的细节 很打动我 比如说我现在想 还是以前恋爱的时候 他帮我寄鞋带啊 就是一种很小的事情 对 嗯 看任务卡 今天是晃晃村村民运动日 请男生女生分别集体前往 薰衣草报名处 完成运动会报名 全员报名完毕后 报名结果将在民宿公式 下五个组自行训练后 与运动场集合与村民展开对抗竞赛 不许全力不合 我还要训练 我们跟青龙打 哦 哦 咱们跟村民一会儿 是吗 竞赛结束后 还有一场超热血的 妖旗橄榄球等着大家 走 报名 如果大瑞海队我们俩一起的话 我们非常欢迎大瑞 哦 哇 这天 绝了 就像那个Winkelsen的 对对对 Winkelsen的 咋的一样 报名 店员 用 运动会爆名点 之前谁说要射箭啊 呃 射箭 双人射箭 两人三足 双人跳绳 三人踢剑 不要想射箭 你想射箭吗 是 我也想射箭 我觉得大家都想射箭吧 确实我也挺想射箭的 火 咱们就黑白配手锦道布吧 行 我这个游戏没赢过 狗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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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又要输了 狗哥 快点快 手锦道布 哎呀 哎呀呀呀 刀布 哦 赢了第一轮 你有机会了 好 石 头 剪刀布 石 头 蔡丁克玩得这么热血 剪刀布 剪刀布 哎呀 啊 他是机器猫吗 只能出拳头 对 为什么从来没赢过 来 坐下 去吧 有核心